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 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 我们欢迎陈建佳阿嘎来做我们的创业访谈 大家好 嗨 我们的阿嘎很特别喔 但我们很好奇就是说 您当初创业的一个起心动面是什么呢 我当初就是回来家里 然后看着我爸爸的工作 那当然这个迄今之后 我发现木料的回收跟二创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跟生意 一个business 所以我来去执行这样的一个部分 是 所以就开始了创业的旅程 就开始有一个发想的念头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发想算是一个起心动念喔 那当然自己有心跟去研究这个部分怎么去运作 所以那时候我们决定创业之前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一个学习的路程对不对 好几年成前的过程 在处理这样的废弃的一个原物料 那当时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后来决定成立的群星能源科技是在 近期成立的吗 对对对 然后我们来分享 创业初期我们前期在这些的 呃 收集这些 算是 处理废弃的材料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二创这段路 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呢 嗯 嗯其实一开始会做二创的话 我们主要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就是 东西怎么变成商品 对 别人 对你来讲你可能当下看 其实他就是一个没有用的木头 对 直白一点你看他好像是没有用的木头 但是 那时候刚好我也 认识一些木工跟木座的师傅 对 然后我就会去询问说 诶那 这个木头你可不可以 变成工业风的一个装修 比如说砖板像很多一些的砖板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木板材 嗯 他们其实抛光过后 都是非常新的一个板材 还是可以修 因为木头它外表层会氧化掉 嗯 就是会风化嘛 然后看起来比较旧 比较老 那经过我们的抛光打磨 还有上底漆的话 嗯 其实它跟一块新的木头是一样的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那很多的装修业者其实他们也会 利用这个二次材 去做一些 餐厅 饮料店等等的一些布置 那还有 很多的商业上 木头它缴碎之后 它就是我们最原始的 燃料来源 就是 烧的木材 对 那我们后来也是 经由这个机器的加工 那做成了现在的这个 燃料坝 这个木颗粒的部分 那也是 后来一直去演进一直去想方设法的 处理这些问题 是 那就像 我说的我们是来解决大家对于废料的问题的解决者 所以然后就慢慢的去衍生这些东西跟产品 所以其实当初我们决定成立我们的群星能源科技 其实 起初只是为了解决大家问题喔 除了这些废弃的一个木材 但是我们让它再产生一个二字的一个创业的 创作它变成二创有商机的商品的时候 这段 入程是我们要去搭起来的 原料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分享阿嘎在当初在成立这个品牌的 能源科技 其实有代表有讲到我们是能源财 那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 公司 我们的群星能源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其实群星能源对我来讲它是 呃一个 大家聚集 一群人聚集 然后把这件事情点亮成金 变成一颗新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会做这个能源财是因为 其实 回归到最原始你 能解决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三个问题 十个问题 那你怎么解决一群人的问题 那能源其实对于工业来讲 工业是必须的 那台湾的GDP 这些东西都其实是大部分 科技业跟工厂传产 他们去支撑起来的 那我后来就发想说 锅炉 台湾的重工业他们其实 的锅炉使用端 他们后来也开始变成烧天然气 那天然气 跟这个木材当作燃料 它的一个介质 那这个来源 它可以使用木头做成 那我就 去执行说这个要怎么做成 它要的产品 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那也解决后端 它能源不足的问题 对 所以很多现在政府其实也推啦 SRF啊 气垫共生啊 等等等等的这个东西 其实跟 废弃物的处理是有 很大的相关性 是 对所以 这个部分我们去解决了很多能源不足 的问题 那也相对的解决了 它产出废料 这一块 的问题 那把两个人做 我是中间的一个桥梁 把它媒合起来 之后 创造了这样的价值 对 我觉得这个价值地位很高喔 因为 我们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困扰 产生了其他人的需求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对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 对 那我请阿嘎来介绍说 我们今天有带到一些 我们在把这些废弃物转变成 黄金材的一些 产品喔 对 那我其实 很多的商品像这个 它就是一个装置艺术 它是 像摆在我们办公室啊 或者是一些 益展中心的地方 都是非常 不错的一个商品 那还有这个 那个 那个 樟木的一个 原木块 切片 它其实都会有那个 樟木的 牛樟的那个 香味 对 那还有这个 喇叭 这其实是一颗喇叭 那它是 它是一个 那个木头 整个是原木 然后去用CNC 敲出 那个切削出来 那我们手机放在上面 它就变成一个扩音器 很酷欸 它是一个 特别很特别的一个 产品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 碑啊 盘啊 这都是我们相对 是比较入门 你可以去 着手 我给你一块原木 然后稍微有个工具 你可以自己去打磨出 你想要的 盘子 你想要的 摆设 商品 那后来我们做的这个 燃料棒的部分就是 我们所谓的 替代能源 我们 取代了美 取代了重有 然后取代了瓦斯 那用这个大家不要的木头类的 那个 废料 废料 而且是可能有些是 很细碎的 对 他们有可能粉啊 或者是 像工厂切削下来的木粉 家具工厂 像浦辛 浦岩 彰化的浦辛浦岩 那边就很多的家具工厂 他们切下来的木粉 木屑 这个我们就可以做成这个木颗粒的部分 那还有 像我们的客户有美利达 一粒电子 等等的 上市上规的公司 他们的 木栈板 也是经由我们的 去化 去解决他们进出口 产生出来的废料 是 对 那 这个东西 其实 就是把 价值一直在运用下来 然后不要 让这个木头 只是 随便就丢到农地 里面就烧掉 然后随便丢到农地就丢掉 这会变成 这个环境上面的污染 那我们做成另外的价值 他们被 活络 然后被好好的运用之后 他是变成商品 就不一样 对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使命 很高 那再来我想要请阿卡来分享我们一些客户的例子 其实初期可能是 我们可能从一家两家 可能比较单一的一些 可能产生这些木材 废弃物 可能大部分是可能装潢商这些 或你刚刚说的家具工厂 然后我们再把它在 收集的材料 再做一个能源的 二字的一个 创创新 那我们来分享一些我们客户的例子 其实我们客户的例子 其实最主要 也是 客户的 像园艺公司 或者是 园艺公司 树枝木 树枝木 对像这个就是圆木块 他们就是园艺他可能拆解 那个去 整修 人家社区大楼 他们底下的树木 或者是路边的 植树 他们到一定的程度都一定要做一个修检 或者是移除 不然 像遇到这个台风的时候 我们就 发现很多树都倒 因为定义他们没有整修 所以他们 的那个 没办法抗风 所以他们就倒 那再来就是 一些社区大楼他们 一定要做定期的维护 那就会产生 定期会产生这些 木料出来 那工厂也一样啊 那 这个进出口的厂商 他们一定会有用到木箱 木棧板 那像台南那边有一个区域他们都在做那个电缆线 那电缆线跟木头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那个线轴 有一颗很大颗的那个线轴 我们常常 用木轴 对对那个木轴 其实很多 你只要去一些餐厅你就会看到他们桌子是用木轴 其实那个很多也是我们 去回收回来然后转卖给他们 我们稍微整理过后转卖给他们 当作一个 餐桌 对他们就是一个工业风的餐桌 所以其实这个运用 我只要举例稍微讲一下 你们会发现 其实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 木头 做出来的 因为当初会做这个行业其实我心里面也想到一个问题 木头这个东西广泛吗 是 后来想想不对很广泛 因为很多 的 你只要去一些 文化记呀或者是音乐节 啤酒节等等 你 仔细看现在很多人他们的 舞台搭建 然后还有一些 地方的那个休息桌椅 他们都是用战板去做 他们其实那个战板 他们也都是用一些二手的战板 因为全新的战板 第一我们是要 消耗一些 林那个 森林类的木头 他们是从国外进口进来 其实成本相 相较高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 被利用完就没有用 那 我们拿别人不要的 木战板 来做成这些 家具 椅子 等等 或者是床板 他其实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把这件事情原本 你看是好像 平凡无奇 然后把它做成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 这个当中是非常有趣 是 对 我们把他变成可能是废弃 废弃材 处理他还要钱 可是怎么样让他再变成 黄金 这是我们要去烧脑的部分 那再来我想要请 刚才分享 再来从事是 发学自己在这个产业有很大的一个 价值感的时候 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 其实成就感就是 每当我把 客户的问题解决的时候 对 他们发自内心的 去谢谢我说 你来解决了我的问题 真好 然后 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发现 这好像是我的使命 我好像找到生命中的意义 因为 每个人其实都 可能你活到100岁 这个当中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去回想 你不要说活到100岁 六七十岁好了 那这70年 前面20年在读书的 时光嘛 那后面50年你可能 20年退休 你剩30年 你剩30年你要做什么事情 是 你以后讲给人家听 人家说 原来你有经历过 这样的故事 那你的人生 非常精彩 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过程 我也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曾经为台湾奉献过 某一块部分的专业 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的使命感 这回到如果说我们想要 回到当初念书 选择就业跟读书的时候 你已经在想说 我人生的意义 怎么样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 当然很幸运的 我们在这个创业的历程上面 找到一些 初步可以发挥自己价值的地方 而且 自己会发挥的更淋漓尽致 对 那我想要请阿嘎来分享 在我们这个品牌上面的一个未来的短中长期的规划是什么 嗯 其实短中长期的规划 因为我是 本身是彰化人 那我在中部地区其实也 做了大概四年左右的 一段时间了 那我会希望说 我把这个事业体 发挥到变成 北中南都有 据点 然后去 北中南去解决这个 地方上面的 木材呀 废料等等的 这些问题 能解决 台湾大部分木材的一个问题 是我最长期的 规划跟理想 是 还有 也算是梦想啦 因为我觉得说 那至少我为台湾的社会贡献了什么 对对对 的确是喔 让我们的 这些 我们很珍贵的一些 原木的材料 让他更 生命的价值 发挥更高 对对对 那这我想要请阿嘎 来分享一下 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创业 那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创业建议 嗯我的创业建议就是 稍微想一下你想要做什么 那不要准备太多 嗯 要做就做 因为你要去执行你才会知道问题点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 执行的话你会充满 非常多的 疑问跟障碍 跟阻碍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钱要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要 怎么解决 这个人要怎么请 啊这个哎呀反正 创业有几百万种的问题啦 对对这个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 其实回归到一点 你有想要做 那你 必须要有 坚持的毅力 对 那我其实也很想要分享就是 我最近 读到的 司马仪说的那一句话啦 就是 魔士在人 尘世在天 然后智者既能 愤而不休 就能顺天命 得人心 那就是天时第一人和 那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等到天时第一人和 因为天时 我们没办法去掌控嘛 那 人和 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人和 我们要怎么跟客户搭建桥梁 然后怎么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然后提供产品 这就是我们人嘛 那地呢 你在哪里 去着重你这个产业 像我 其实也是非常的刚好在中部 因为中部其实 很容易找到这个木材的来源 主要是因为 园区多 工业区多 那我们 中部彰化的部分呢 很多的传产 是其实是台湾比较密集的地方 几乎都集中在 彰化跟台中 那台中后来也开了很多的 精密园区啊 工业园区啊 加工 加工出口的一个园区 像大理的加工出口业 园区然后台中的工业区 台中精密园区 那张滨那边就张滨的入港区 线溪区 等等 然后刚好在这个 地利的部分 我又得到了地利 对对对 然后顺应的现在的天使 天使就是大环境底下 政府一直在 推崇这个绿色 能源然后还有 这个全球的绿色经济 还有这个环保议题 那刚好这个三个实际点 也符合到我现在的产业 让我觉得说我做这个产业 我是相当的幸运 然后永远要记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你不要去想说我怎么那么糟糕 我怎么样 你有这些 你不要浪费时间再 去悔恨这些事情 你应该要认为说 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是成功的 然后你做了 对了 然后你要怎么去 把别人的问题解决 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 然后允许 就是去允许所有事情的发生 不管是 好的 还是坏的 这个都是你必须去 接纳他们 因为 这些东西就是你创业的过程 没有人可以跟你说你创业会遇到什么 大概可以跟你讲说 你一开始出息没有钱这大家都知道 不然 不会有人就是不要创业嘛 因为创业如果很简单 大家都来做就好 大家都来干这件事情 那大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创业者 或者是每个都是Elon Musk 还是贝佐斯这种大大 但毕竟不是这样 但毕竟不是这样嘛 所以才会有 所谓的金字塔嘛 那你要怎么去 当金字塔的忠诚 怎么去往上层爬 这个就是我们创业过程中 其实也是非常 有趣然后好玩的一个部分 对 把我们的创业当作一个游戏的挑战 对对对 让自己突破关卡 对对对 那 所有的事情都是 接受他好的 好的我们接受我们的喝彩 那不好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学习经验 那一相信 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当然 那当然今天很谢谢我们阿嘎带来的一个创业故事 非常精彩 鼓励大家可以在 其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谢谢阿嘎 好吧 谢谢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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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